中央梁主席 綜合梁主席過去兩年的表現 我們看到他濫權 濫權 失職 非建制派對立法會主席的指控 全部並非事實 非建制派議員不斷以各種拉布手段 來阻礙審議他們一直反對的 一地兩檢草案 在草案二讀階段 提休會讀議 用了九個半小時 點算發併人數 亦都用了三個小時 又跳上直上跳梟 試圖衝向主席台和官員助席 肢體推撞導致保安人員受傷 將將零十年違反議事規則 他們反過來指責主席 違反議事規則行事 賊喊觸賊 實在是荒謬 非建制派議員 沒有浪費那十二個半小時 所有的議員有何受 在二讀階段 沒有機會發併 如果非建制派 是言行一致尊重法律的 他們應該會懂得尊重議員 並無拉布權 懂得尊重立法會主席 為辯論設限 正當安排